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哪里走 今天可以轻爬爬叫 胡言香号称蔬菜之香 除了稻田外 还有五百多公顷的菜田 是全台湾花椰菜最大的产益 也是全香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因为地势平坦土壤平卧 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 采访时正好碰到难得的插阳集 脆绿的田园 勤劳的农友 刚好构成一副淳朴的田园美景 等一下 人 谁啊 宝贝 你脚本读我啦 平常每天早上你就叫我赶快读赶快读 你叫脚本不给我怎么录影 哎呦 你不要生气嘛 因为我今天要给你一个surprise surprise 你哪有surprise什么样的东西啊 哎呦 因为平常我没有钱 买贵重的珠宝给你啊 那我今天要给你价值三百万的礼物哦 三百万的礼物 那不是天上掉下的礼物才有的 嗯 那到底什么东西 你看 好吧 你看 哇 好大的一颗宝石耶 嗯 喜欢吗 送给你 是我很喜欢的那个lime green 可是呢 耶 我觉得它很像一颗蛋耶 这是什么彩色的蛋啊 这是什么彩色鸟啊 或者是彩色鸡身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食材 等一下你就知道咯 哦 这一定很特别 赶快再会吃点 好 贵园养鸡场里里歪歪 假看之下跟别的鸡场没有两样 可是当看到了每一颗不一样的彩色蛋时 慢慢就发现 不只是鸡蛋不一样 连下蛋的母鸡啊 每只也都长得不一样哦 更不一样的是鸡场的主任蔡贵辉 她的企图性 耐心和那份来自上帝的爱 好好吃 美迪啊 你不是要让我去看彩色鸡 什么彩色蛋就是这些鸡身的 不对 它们都是黑的白的 彩色蛋应该是有彩色鸡身的 哎呦 不是你问 你看老板在那边 你好 你好 彩大哥你好 你好 为什么这些彩色蛋是由这些鸡伸出来的 对啊 所以这些鸡身彩色蛋的啊 你看 那是每一个蛋鸡都伸出一样的蛋 对 它如果伸这个颜色都伸这个颜色 它一辈子都没办法改变 可是你怎么分辨出哪一个鸡伸什么颜色 对啊 因为这个鸡是我自己做的改良的啊 所以它长的样子 我都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真的哦 对啊 那这边有多少鸡啊 有两万只 你是说你会认得两万不同只鸡啊 对啊 可是我看起来都大头小 也不是黑的就白的啊 差别很多啊 它鸡罐不一样 鸡的造型也有 像这个就是龐克的啊 龐克啊 对 它小龐克 有没有 头是跳起来的啊 它是小龐克的 对 那这个蛋怎么会跑到这边 它怎么伸出来 因为这个哦 这个网子有点斜斜的 有点 所以它一伸出来就会滚下来 它会滚起滚下来的 有特殊的设计啊 让它滑下来就是 对 哎呦 哎呦 你看 这个颜色不一样 这个在你放心 当然这个是天空蓝的 好奇妙啊 对啊 这个是紫罗蓝的 哇 紫罗蓝的 对 它是两段不一样的颜色 哇 好多颜色啊 到底有多少个颜色 六十四个颜色 哇 对 可以伸出六十四个颜色 可是我想要了解一下啊 你那么多只鸡啊 那你怎么去饲养它们 喂的时候要一个个去喂吗 哎呦 那个天车啊 自动的它会喂 天车 对 哦 就是让它按时自动喂 对 时间到它就自己会跑过去 对嘛 不然你就这样喂 这样喂很辛苦 那会很辛苦的 而且 它们吃的东西很香 对啊 对啊 很多的 这样一天下来 可以生多少只蛋 一天哦 就是 十字它们可以生 六十几颗 六十几颗 十字 十字鸡的话可以生六十几颗 六成多 那这样产量不多 对 一般白的话 一百天可以生九十七颗 对 那如果像夏天很热的话 它会不会... 我们会有吹冷器会做人造物 电风扇跟人造物 它会降温 哦 它会降温 对啊 保持它的湿度 什么 吹电风 哇 要够人造物 帮忙降温 我们老板妈妈 享用着蔡大哥 特别调理的鸡翅料 这么香烯哦 哦 这就是好鸡名呢 鸡妈妈们 你们啊 可要多下几个彩色蛋 好好回馈一下蔡大哥的爱心哟 喂 你怎么下你呢 真的 这是人造物啦 这是降温用的 哦 所以是 平常冬天也要用吗 还是就... 夏天才要用 哦 我们夏天让它 鸡不要太热 里面 对 它住在这里面 就不会太热昏了 对 对 它可以降温 提高温湿度 嗯 对 不过你知道吗 爹地你没发现啊 我们平常养鸡就已经味道很重 对 鸡场的话 它的味道也更重 可是我今天已经在那边待了很久 我发现你们在鸡场 归向一边的鸡场 感觉有 对啊 你看 特殊的配方 对 你看它都没有戴口罩 平常它到那种比较 我们今天有特殊配方 对 特殊的配方 对啊 天然的 天然的 对 我也要看一下特殊配方 对 到底是怎样的 好啊 爹地你看 我已经帮你准备了好多菜和料理 对啊 我们户外煮就要用这些材料 蔡大哥 这个是要准备给我做户外料理 不是啦 这是要给鸡吃的啦 鸡吃那么好啊 你看光这个洋葱是进口洋葱 我平常买菜都喜欢买进口洋葱 它很挺 那鸡吃这个洋葱哦 对啊 而且鸡还吃到鸡 对啊 这是每个礼拜都给它吃的 真的哦 对 不能天天吃 但是每个礼拜一定要吃 每个礼拜 那吃这个我知道 对鸡的 心血管疾病好 所以你给它吃洋葱 对不对 对啊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给它 预防感冒 没错 预防感冒 也蒜头也是对不对 对啊 蒜头可以杀菌 帮助我们杀菌 自己种的 所以就是给鸡吃那么好的 有鸡的那个蒜头 那蒜头其实可以杀菌 对啊 对不对 那辣椒又为什么 也一样它吃的是预防感冒 也是预防的 对 可是那个鸡不会怕辣哦 不会啊 因为哦 你看它一吃 哇 它很高兴 其实我们东南亚就是爱吃辣 因为才不会中暑 对 然后因为会流汗 帮助代谢吧 对 那这样子鸡光吃这些菜就够了 当然还有配方啊 饲料配方 你看它的五颜六色耶 好多颜色哦 这个饲料 这是红河虾 好香哦 对 深海的 深海啊 吃那么好啊 对 为什么 因为吃了 它有蛋黄才会红 我还以为有时蛋黄买到很红 我以为打色素 这是吃这个的 这是因为吃这个 北欧的 红河虾 北欧的哦 那是不是吃了这个黑色的是什么 它就变黑色的菜 这个活性炭跟木醋液 这个是那个要排毒用的 排毒 对对对 那这个 我知道 这个我们做优一个的菌种 对这二十几个种菌种 二十几种 它吃的时候 鸡苔才会有味道 蛋黄才会厚 怪不得 那这个是做什么的 哇 这个是藻的味道 对啊 是那个加拿大的蓝藻 哦 蓝藻 哇塞 所以它会有蓝的 我们人现在流行吃藻类 那为什么你要给它们吃藻类 哦 那个 蛋才会Q 蛋黄才会香 对 它有那个海藻的蛋白 对 蓝蜜藻都有吃 那这个是玉米吗 没有 这是维他命 蛤 好香 对 维他命电解石 对 你看天气变化的话 我们都会加这个 我们吃了也没它好的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 酵素 凤梨酵素 哦 凤梨酵素那么好 对啊 那这样说来 是不是这些五颜六色 产生它蛋壳不同颜色 哦 这个跟蛋壳没有关系 饲料只影响它的口感 OK 占70%的口感 如果蛋壳是它 水溢酵素的转换 哇哦 第一次看到鸡汁抢食辣椒 你看看 吃得津津有味的呢 蔡大哥为了让鸡保持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生出营养香Q的蛋 每天还会播放诗歌给鸡欣赏哦 哇这里就是鸡战区 对啊 这是鸡的产吧 我们手上各抱一只母鸡 要准备代产 对 那蔡大哥 那如果说就是满的话 那这些鸡会不会排队啊 会啊 它早上 就会在这边等着要上去生蛋啊 他们会排队啊 可是我来不及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会生在外面啊 就生在外面 对 可是我很好奇 一般鸡就像你在放牧 它应该是随地挖个洞 叫安全感去就地生蛋啊 对啊 那你怎么让他们跑到这边来产房呢 生蛋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蛋啊 把它剪来放在鸡蛋箱里面 这个蛋今天就不能剪掉 明天才收蛋 对 明天会闻那个味道就来这边生 对来这边 你用这种方式来引它 要教它 教育它 教育它 就像狗狗我们要教育它大便 就是要有这些味道 把它大便拿到那个位置 固定在那边带牌 那通常他们生蛋啊 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你知道它要生呢 它一般如果这样蹲着的话 就不是要生蛋 它只是预备要生蛋 预备 对 它真正要生蛋的时候 会有45度 然后它这样有一个动作 就马上不出来 头会歪一边 翅膀会稍微张开一点点 头会歪一边 对 为什么它要 用力 用力 要用力 它要使力 对 像我这边有看到 你看 怎么会生那么小粒的鸟蛋 这是安纯的蛋 那么小 不是 不是 这是屁蛋 就是因为它可能 驾到 紧迫 就像说昨天很热 今天刚好天气变冷了 它把很多的热能都跑到预寒了 所以它蛋就萎缩 所以冬天比较多屁蛋 不一定 夏天会很多 夏天有时候 今天很热 那可能 晚上 隔天就台风 那小小蛋也可以吃吧 它里面没有蛋黄 可以吃 它有蛋白而已 它还没有蛋 只要是屁蛋的话 就是里面没有蛋黄 就有蛋白 对 那我这边有看到一些 哎呦 好软哦 好像一层膜而已 对 有蛋黄 为什么会有这种蛋 哦 这是提早伸出来的 就是它可能被惊吓了 比如说它明天要伸出来 今天晚上就提早伸出来 就会这样 就隔一个晚上 就马上一个硬壳出来 对对对 像这个挖这个洞 就是要让它 等一下它可以来这边杀鱼 哦 它们比人还舒服啊 杀得起早 做SPA 对 在沙里面做SPA 做了多久了啊 你做了多久 它们通常会 躺在那边多久 不一定啊 它把它身上的寄生虫 都洗出来 要把它吃掉 哦 让它移开 如果在外面太阳 它也会在那边 对 外面的太阳 大部分做热光玉 热光玉 对 你怕太阳对不对 你在里面做鲨玉 对不对 对 它说对 哇 蔡大哥 我看鸡都在树上了 你的鸡 它要睡觉了 哦 在他们这边爬上树上 自己睡觉 它如果睡觉的话 晚上都会这样子 哦 好舒服哦 他们这个 上面睡觉 嗯 因为它这样才有安全感 那通常哦 那个 抱歉 那个蛋鸡哦 它大概生了多久 就没有蛋可以生了 对 一般 有叫经济价值 一般都生到八十周而已 八十周而已 对 从出生到 淘汰到八十周 那如果说 不能再生的鸡 那他们可以做什么用 我们就做老母鸡啊 就做老母鸡啊 那是最有效的 对啊 哇 妈咪 你看这里的每一只公鸡 长得都跟我一样耶 跟你一样 什么意思啊 你看每一只都这样 熊猪猪气囊囊的 跟我一样 还有公鸡帮你配叶 是 说真的 我发现蔡达哥 你们家的公鸡啊 都真的长得很漂亮耶 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长啊 还有很大的环境给它 整個環境我發現 它是個很好的運動場所 加上有陽光、有竹林 還有火樹、還有水 可是公雞又不會生蛋 你幹嘛生那麼多公雞 我們做肉用的公雞 我們吃肉 對,養起來做肉用的 哈囉 Mr. Carl 你現在變成抓雞達人了 對 厲害 你看 我要來挑戰 要買雞蛋 阿伯,你好 要買雞蛋啊 我也要買蛋,你要來買蛋喔 要,要 你看 你都自己挑,還是我幫你挑 自己挑 自己挑 怎樣挑 你要挑怎樣 一個蛋有一個營養 有一樣的營養 所以你每次要買不同顏色 對 你看阿伯的臉色就知道了 對,紅潤紅潤 跟那個雞蛋一樣 你看我的臉白白的阿伯是紅紅的 吃起來就很健康 吃了很多年了 你看爹地 還有一顆很奇怪的七彩蛋一樣 蔡大哥 到底怎麼挑是比較好的蛋 蛋第一個要 光滑 光滑 要堅硬 就這樣子囉 滑滑的 對,你摸起來的時候 它會很光滑 我們有聽說它是越粗越好呢 如果你摸到比較粗的話 那表示雞已經生病了 或是比較老的 雞才會越生病越老 那要不要挑比較重的 比較重的話 像我們的蛋就特別重 對啊 因為我們吃的飼料不一樣 蛋可摸起來不一樣 形狀沒差的 反正它生出來就是怪怪的形狀也是好看 對 但是它第一個要光亮 要光亮 像我們這個蛋沒有冰可以放一個月 沒有冰可以放一個月 對,沒有冰一個月 因為它的蛋殼保護了它 對,它的蛋殼比較厚 毛細孔比較小 蔡大哥 妳好 說實際上我們真的很好奇耶 什麼原因讓你開始要去 發想去培育這麼漂亮的彩色的蛋 對 因為我去教會 我看到剛好創世紀三十三十七節 剛好經節裡面有花斑的 所以我就回來想說 是不是在我們的蛋裡面 可以去改變的 跟聖經裡面講的一樣 哇 聖經就會有智慧給你嗎 就會給你創造力嗎 對,就是我煮菜 就是上帝給我的 沒有idea 就看聖經就是了 對 我們現在的那個彩色蛋 最好吃的煮法就是水煮蛋 水煮蛋 原味 只要三分鐘 因為我們的蛋 現在我們水是滾的 對 所以如果沒有先泡水的話 直接放下去它會爆開 那可不可以生吃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們的蛋除了好吃之外 它打在盤子上面的蛋也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蛋白已經是兩層的 對 一般我們搓下去蛋黃一定會破掉 站起來啊 你把它拿起來它也是不會流出來 真的嗎 再拿起來 等一下,我先搓多一點 看會不會倒下去 擦到盡量中間 盡量擦中間 因為今天風太多了 風太大了 哎唷 我要真鋸這個蛋 要急到 這個蛋我拔起來 真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可以 你看 差了那麼多 還是一樣 那我就這樣吃下去囉 如何 奇怪,好甜哦 好啊 真的嗎 不會腥耶 真的嗎 好好吃哦 吃起來都不一樣哦 煙燻蛋 對 對,電腦做的 我知道外面也有煙燻蛋 但是我覺得 口感不一樣 用這個彩色的蛋 剛剛我老公生吃就這麼好吃 這成煙燻蛋的感覺如何 很好,蛋黃沒有太熟 哇,都是很Q耶 這個彩 哇 好像琥珀色啊 它的蛋白 對 這一切 我一定要試試 對 蔡大哥說他們的蛋 經過他們栽培 尤其他們今天吃的飼料 是這麼健康 所以它的 對,這個 它的皮蛋做過的話 蛋糕全會破壞成一半 又更少了 幾乎等於沒有了 對,只剩一半而已 你看水煮蛋 直接倒 直接切好了 可以了 這樣可以切嗎 哇,你看還有彈性彈回來 還有彈性 這樣可以切嗎 哇 真的好,真的好 真的好 我們就是要吃這樣的蛋 我們就是要吃狗狗的 你看 這個蛋黃 如果我沒有來 今天沒有來裁縫 我可能會誤會有打那個顏色 嗯 嗯 真的好甜喔 不用研發耶 哇 可愛,好漂亮的花椰菜喔 嗯 真的很漂亮耶 是我們補鹽香的特產 欸 講到補鹽香的特產 我好奇喔 既然說一箱一特色 為什麼這個花菜 會成為補鹽香的特色呢 因為這個是 也是我們工作的習性 那古仔要撈花椰菜 種得那麼漂亮 土卵的部分 要有什麼特色嗎 特別要求嗎 土卵 土卵這個沙子連補都可以 但是 最好是 要使用有機脂的料 阿嬤,你怎麼燒 你怎麼燒夠了 比較大綠 比較大綠就可以 比較大綠就可以了 喔,我會知道 這骨頭比較多 喔,要刮那個丸 我刮一下看看 我刮一下,來 OK,阿嬤說要連葉子割出來 我刮比較大綠 小心,你要割到葉子喔 一割然後再把它 阿嬤,算你的手,算你的喔 好 好 好 阿嬤,這樣嗎 你為什麼 你看,我怕你還要出葉子 蓋著它 阿嬤,這樣可以嗎 沒有啦 阿嬤,你... 一顆,我看怎麼快 1 2 3 4 5 6 5秒鐘 5秒鐘好了 阿嬤 1秒鐘 1秒鐘 肉類養殖到六個月後才吃得到的美麗的公肉雞 對,聽說這個雞是很Q的喔 對 所以我覺得最適合來煮湯 對不對 好 而且最主要它的油脂成分很少耶 你看它因為常常運動有沒有 這個皮下沒有什麼脂肪耶 對 很薄 所以它油分不高 對,也是可以當減肥餐一樣 你看這個雞皮那麼薄 所以它說煮的時候呢 爆米Q 你看我這邊已經燙好了 跟一般我們在市場買的雞 你看它的皮好薄喔 沒有黃色的油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些汆燙好的雞肉 全部放下去 YES 我猜今天的雞一定是不肥不油 然後現在我們把那個老闆的拔種的 那麼好的薑放下來 對 然後還有蒜頭 OK 把這個 番茄 最後很棒 今天我們設計這個菜喔 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們要祝福他們就是我們從這個彩蛋 對 然後我們結合花椰菜 我們現地採的花椰菜 再加上他們的超級豐肌肉 再加上現地 所以我覺得最好這道湯頭就叫做什麼呢 彩蛋發財雞湯 發財 為什麼叫發財 因為花菜 花菜就發財了嗎 你看我們就把這個番茄喔 這樣切個十字 然後等一下呢 讓它的鮮味啊 進到 入到雞湯裡面 對 然後呢把這個 最後加蔥尾 蔥 放下去喔 大概十分鐘 就要拿起來了 OK 你是不是這樣被那隻公雞影響了 什麼都要暫停停的 對 對 耶 雄啾啾 氣昂好 你今天學到了對不對 對,那這個花菜我們晚一點再放 我們等15分 給它先燉個18分鐘 因為花菜很快 可能要轉小我18分鐘 最重要 我今天要用這個 彩蛋 我要做什麼呢 很怕你把它摔破耶 我等一下呢 要做這個蛋包 打在裡面 然後放在雞湯裡面 又有雞湯的甜分 然後那個蛋包會QQ的 哇 這最後 那我們蓋起來 趕快蓋起來 現在我們開始要蓋起來 把這一鍋湯 開始燉 滾一下喔 滾一下 小火18分鐘 OK 我們待會兒來加花菜 還有煮美麗的彩蛋 對 我們去旁邊休息一下 哇 18分鐘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雞 這樣一看已經好好吃了 我這18分鐘把這個放進去 因為這個一下下就好了 好 你看這個雞 你先有完整 因為這個雞剛好熟 它也會滿嫩的 雖然它是Q的 那我們先把這個蛋 哇 夠美了吧 五七雙黃蛋 一人力喔 好 一人力 我放這邊 你算 你算大概五十... 那個三十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少一點蔥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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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哇 你看 你看 好美喔 然後我知道這個我就要放在我的碗裡面 等一下加熱湯下去 對對對 對 你就是不要給它過手 然後我們就要趕快加花菜了 對 好 30秒 先上來 那等一下呢 我們先把花菜加進來 你看 我覺得這樣吃就好好吃喔 哇 你看 然後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花菜放進來 對 給它滾三分鐘就好了 等放幾下 然後葉子放上面 真的是 這個開心的彩蛋 發財雞湯 你看 然後最後我們等一下再灑一點鹽 就可以起來了 你看 把它開起來一下 喝一點熱湯 然後呢 很舒服的喔 哇 所有的那個冷液都沒有了 好 你再吃一個花菜 好 哇 你看這個綠夠漂亮的吧 真的 好香 我真的要吃吃看 因為這個是 不只是給它跑 它是 它是 吃很好的 哇 這個 很嫩喔 一般 Q的好嫩 它都很嫩 因為剛好熟 上菜了 今天 剛好風很大 可是喝了這個湯 可以軟我們的胃 然後又加上番茄可以開胃 對 對不對 找個地方上菜吧 來吧 來吧 我們 可以 做了 最功能 所以 要是 做了 vous 上菜 肉